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中文大学的校友黄宇轩博士Samson 来到中文大学文物馆 和我们一起观赏山川巨寇里面的展品 Samson 我们知道你就是散步界的KOL 我们希望通过你的对谈里面 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一看 欣赏和发挂中国山水画的无限可能 欢迎你 你好 Samson 刚才我们看了一件 这边是明朝五奇的一个仿下龟的山水画 长卷有十二米那么长 你是喜欢散步 如果你是入了画里面去游的话 你觉得你是会去哪里去散步呢 或者是哪一个场景是最吸引到你的视觉呢 我想最吸引我的视觉呢 都是那些建筑物 那里面有一些高塔 似乎是 其实都未必一定是建筑物的 我想是一些高点 我都很想可以看到这幅画 画得出这幅画的视点 因为据我所知 可能这些画的原作 那个画家都是要登山去到高点的位置 才看到这个风景 那我自己也是喜欢 我平时可能多些说行人的视觉 或者一个日常在街上的视觉去看城市 但我自己觉得两种对比都很有趣的 就是我经常去到一个地方旅行 第一天可能就立刻冲去它最高的地方去看这个城市 那所以画里面的一些高点我都很感兴趣 第二就是里面有人撑船 那部分我也觉得很棒 因为我近来有一个经历就是去搭天星小轮游香港 但是天星小轮就没有走到原本的路线 他就由青衣去中环来往 打横在维港那里幻过 那我就想像在幅画里面 如果可以在那些江河移动 一路看到那个不同的视点 我就觉得是会很好享受的 那这个是我可能两个比较 看到幅画之后会想像的东西 嗯 刚才你说到一点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搭天星小轮的那个体会是 不断在移动 其实不是横到 不是跨过维多利亚港 而是在维多利亚港上面 打横地移动 那其实某程度上 其实我们看的这张作品 它的形式是一张所谓手卷 有12米那么长 那其实以前的人 那个观想的方法就是 三五知己 逐段地打开 一小段大概不到一米 这样逐段地打开 那有点像那些菲林 或者移动的一个场景 那你也会发现 里面有一些人仔 其实可能是不断重复的 那其实就是显示它在不同的时空 那刚才你提到的 那些艇有些人搓船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譬如我这张画 一开始就有一个人搓船 那有一个渔夫 就会见到 它是侧侧地伸着去散网 是有一种那一刻的动作去捕捉的 然后后面又会见到不同的渔艇 有些人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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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去到最中段的时候 又突然间有一座山 是垂直地上去的 然后下面就有一只艇 上面就有一个人搓船 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欣赏恭敬 那通常在这些画面上 你会发现那些山画得很大 那些人画得很小 其实他们就是想表现大自然的壮观 和这个偉大 因为我见到你们之前 譬如你的研究 或者拍的片 都是用眼睛 或者用感受去 城市散步 那其实你觉得 这个用眼睛 用感受去散步 和如果你是拿着一个摄影机 要去拍摄的话 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呢 越是拿着有一个创作的意图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记录的时候 都某程度上是一种迷惑来的 我觉得 因为可能最全程投入的散步 是真的不大目的 就是没有一个记录 甚至没有一个连去打卡都不会的 一种散步 所以刚才提到的画 有一个特质 就是里面的人很小 那个风景将它包围 那样东西 我觉得某程度上 都要我们 可能没有了那些意图 或者没有了那些 很感受到自己的状态 最近其实很喜欢一首诗 就是《坐汉云起时》的说法 因为最近有流行曲 用了这一句来做那个歌名 那我反而想起很多时候 这些古人去游山换水 或者去看风景的时候 都被人很大程度上 focus 了在他们可能被贬观 或者他们的仕途 或者他们的心境 但我看回这首诗的时候 我最近觉得我最深感受的就是 其实它原本可能只是很平白地 去说出一种由然至得 去享受一些最日常的风景的状态 所以我们其实很不容易 在现在这个世界掌握一种 对最日常的风景 都有一种感动 或者一种敏感的状态 其实《坐汉云起时》就是想鼓励大家 对日常的风景 都有一种感受 有消滅感受的 感叙是有没有的 有未来的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